哈喽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林松 今天是2020年1月10号星期五 根据国际媒体今天报道的消息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当地时间周四的时候 也就是九日的时候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特鲁多当时的时候对记者表示 加拿大从多个渠道获得的情报来源显示 今年1月8日的时候 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郊外附近坠毁的一架 就是我们之前的视频当中也提到过的一架 乌克兰航空的客机是被伊朗有失误击落的 而且有证据表明 这架飞机是被伊朗的地对空导弹击落的 根据这个坠机现场的照片来看 在这个燃料箱和这个飞机的机翼部分 发现了有明显的这个导弹的那个洞横 而且呢这个伊朗当局好像是拒绝交出这个 载有这个飞机飞行数据的这个黑匣子 给这个国际的主管部门 我们根据这个媒体的报道 当时也说过就是说这个飞机坠毁之后呢 根据核查就是说机上大部分的乘客呢 都是这个伊朗人 然后呢还有60多名加拿大籍的这个乘客 但是后来经过这个媒体的调查也知道 就是那些加拿大籍的乘客呢 其实大部分也是伊朗人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个伊朗呢 就是可能通过有一些失误啊 就是发射导弹把这个乌克兰的这个航空的客机 就是飞机打下来的这个可能性呢 还是很大的 因为伊朗当时呢 当天呢是发射了导弹去袭击美国美军 驻伊拉克的这个军事基地 当时肯定也怕这个美军的反击和报复 所以呢可能有时候比如说紧张啊 或者说一时的这个操作的这个失误呢 把这个乌克兰航空的客机 当作美军的飞机打下来了 也是极有可能的 好说完这个美国和伊朗 还有伊拉克的局势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来关注一下 这个2020年1月11号 就是明天即将到来的 这个台湾地区的领导人的选举情况 因为无论是蔡英文还是韩国瑜 还是宋处于当选都将对台湾 包括整个中国大陆就是两岸的这个局势啊 未来走向呢 投下一个重要的一笔吧 或者是说就是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 所以呢就是可能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大选呢 可能也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首先呢 我讲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态度吧 包括我昨天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也发表了一些就是对这个竞选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还是蔡英文连任 继续连任 然后呢 大陆方面呢 我看了一下这个网上的一些社交媒体的一些言论啊 大概很多网友呢 可能也是和我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 就是认为这个蔡英文呢 会继续连任 因为呢 就坦白讲 这个国民党 韩国瑜 还有民进党 蔡英文 两个其实都差不多 没有说哪个比哪个好 所以呢 在两个都差不多情况下 你可能就会 怎么讲 就习惯性选一个 就是已经已经干过 就是有这个经验的 而不是去选一个可能没有经验的这个新人 所以呢 可能包括我自己昨天也说了 就是我觉得蔡英文连任的这个几率呢 会更大一点 那根据新闻媒体报道 2020就是这个台湾地区 领导人的候选人呢 韩国瑜 国民党的候选人韩国瑜 在当地时间 就台湾的这个当地时间 1月9号的时候呢 在这个 台湾的这个 领导人的这个 就是办公场所吧 就是凯达格兰大道 这个上面啊 举办了这个大型的这个 拉票 然后呢 造势的这样的一个 怎么讲 就是拉票会吧 然后呢 根据媒体报道 现场呢 大概聚集了超过100万人 左右 然后呢 国民党这个蓝色阵营的一些大佬们啊 都纷纷出来为韩国瑜站台 拉票 包括比如说这个 前任党主席连战 包括前任的这个 呃 党主席嘛 英九 还有比如说 吴伯雄 还有包括现任的主席 吴敦毅 等等 他们都会出来为韩国瑜 拉票 然后竞选 因为在这个竞选前夜 肯定要表现出这个国民党内一致的这个团结嘛 所以呢 他们会来为韩国瑜来呃 拉票 然后呢 站台 国民党当时 现在的15个啊 县市的这个县市长呢 也聚集到了台北 然后呢 也到了这个拉票会的现场 然后呢 显示出这个国民党上上下下 蓝色阵营一片团结 然后呢 上演了一个大团结的一个局面 而且韩国瑜呢 还承诺说 呃 他希望竞选成功 然后呢 他会带领他的团队 然后呢 让台湾再次展翅高飞 呃 韩国瑜呢 在这个拉票会上呢 不仅仅是为自己来呃 造势来宣传啊 当然他还不忘去批评这个民进党 他说民进党 比如说蔡英文 过去呃 三年半的这个执政啊 就像一个金光党一样 就是能贪就贪 然后呢 完全的贪污腐败 如今的民进党的这个支持者呢 已经睁开了双眼 民进党呢 无法给这个台湾的老百姓带来幸福 无法给台湾的老百姓带来快乐 也不可能让台湾人满意 而且呢 台湾的下一代年轻人都没有希望了 所以呢 他就说这个呃 民进党肯定是不行的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呃 造势的这个晚会上看到呢 就是曾经啊 曾经给这个郭台铭当这个助选的这个军师的这个赵绍康 也就是说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政治节目的一个主持人赵绍康 也同时到现场为韩国瑜拉票 他曾经呢 担任了这个呃 郭台铭曾经在初选时候的这个军师 就是这个参谋顾问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角色 而且当时呢 是公开的有很多呃 这个对韩国瑜有很多不利的一些言论啊 但是呢 现在呢 他已经转向了 就之前呢 他肯定是不支持韩国瑜的 但是现在呢 赵绍康已经转向过来支持韩国瑜 而且是公开支持韩国瑜 然后呢 他还号召就是原来支持呃 郭台铭的那些支持者呢 现在也来为韩国瑜投票 包括赵绍康呢 他自己也表示呃 在以前的时候啊 马英九呃 之前竞选的时候呢 也请他出来这个站台拉票 然后呢 演讲 他当时呢 是委婉的拒绝了 因为他自己个人预测 当时的马英九呢 是一定会获胜的 所以呢 他觉得没有必要出来 帮马英九竞选 但后来呢 就是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竞选人呢 朱立伦 后来在竞选这个 呃 竞选的时候呢 也同时请这个赵绍康 来出来拉票竞选 然后呢 帮助他 然后呢 赵绍康呢 也委婉的拒绝了 因为他当时 个人预测啊 就是说这个朱立伦呢 一定会输 所以呢 他觉得没有必要出来 所以他也没有出来 帮朱立伦来 来演讲 然后呢 拉票 但是赵绍康自己也 坦言啊 就是说他自己观察 台湾的选举 这么多年 他说这一次的选举 就是说 这个韩国瑜和这个 蔡英文的这次选举呢 真的这个情况啊 比较诡异 因为 支持蔡英文的人呢 说蔡英文会赢 然后呢 支持韩国瑜的人呢 会说韩国瑜会赢 他从来没有见过 这种情况 所以呢 到目前为止 可能明天就要开始投票了 所以呢 他呼吁各位 就是说在台湾的各位选民呢 尽量去这个投票 然后呢 他也帮助这个韩国瑜拉票 赵少康在帮韩国瑜拉票的同时呢 他还表态说 美国的这个前任总统啊 罗纳德里根 曾经在参选的时候呢 有一句名言 就是他会问选民 就是说 你比四年前过得更好吗 就是他引用这句话啊 就是说 想来通过这句话呢 来真实的了解这个台湾的这个选民 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自己比以前过得更好的话 就是如果你觉得之前比以前过 现在比以前过得更好的话 那就可以投这个蔡英文的票 如果你觉得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你想改变现状的话呢 那你就去投这个韩国瑜 因为呢 你投蔡英文 反正也看不到希望了嘛 所以呢 你可能投韩国瑜 可能可以改变一下这个现状 他同时也指出啊 就是说 如果蔡英文当选的话呢 台湾可能会越来越烂 而且台湾会越来越没有前途 他说 就是赵少康同时表示啊 就是如果民进党在立法院的这个席位 再度过半 超过半数的话呢 台湾的这个政治可能会完蛋 所以呢 他坚决不希望蔡英文当选 他觉得他也不希望这个民进党 在这个台湾立法会里面取得的这个席位呢 过半 所以呢 他希望这个蔡英文 这个失败 他希望蔡英文下台 这个呢 是他 就是最根本的一些期望吧 那我们都知道啊 就是说 在2016年的时候呢 台湾的这个地区领导人选举啊 这个投票率呢 只有66% 比2012年的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呢 大概是少了8%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来换算的话 我们就知道 换算成这个选民的票数啊 大概就是少了大概100多万票 这个少掉的100多万票 少掉的8%呢 几乎都是台湾的这个军公教这个族群 这些人呢 当时啊 以前啊 都是支持国民党的 但是呢 因为马英九执政的时期呢 这个财政呢 是比较困难的 他砍了这个台湾军公教这一批人的这个年终未问金 所以呢 导致这个台湾的军公教这批呢 对这个国民党啊 极其失望 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呢 他们就没有投票 这个呢 就让马英九啊 承受了很大很大的压力 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就是这些军公教这些人啊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等这个蔡英文一上台上任之后呢 就直接大砍这个军公教的退休年金 而且蔡英文呢 在可见的未来呢 可能还会继续砍这个军公教的退休年金 所以呢 如果这样子一来的话呢 那台湾的军公教可能就会 这些人数啊 可能就会去不支持民进党 然后呢 转头去支持国民党了 所以军公教受到教训之后呢 他们可能这次呢 会回来投票 而且呢 肯定不会投民进党 肯定就会去投这个国民党 所以呢 这个赵少康可能觉得这次国民党呢 可能有希望呢 会战胜这个蔡英文领导的这个民进党 而且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国民党呢 有很多很多的历史包袱 但是现在的国民党啊 就是他其实是暗中搞独立的 民进党是 就是说明明白白 就是就是摆在台面上说 我要搞独立 但是这个国民党呢 是有一点这个比较坏 就是呢 偷偷摸摸 暗地里呢 搞独立 这个国民党啊 目前来说 早就不是以前那个坚持民族复兴 坚持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了 所以现在的国民党和以前的国民党 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但是对于台湾的这个政坛来说呢 有很多情况是你没有办法预测的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正是因为这个台湾的这个政坛呢 具备了这样的一些特征 具备了这样一些条件 而且这些选民的情况啊 是瞬息万变的 所以呢 不到最后一刻 不到明天晚上 就是2020年1月11号晚上开票 就是出结果的那一刻呢 我们根本不知道最后呢 到底谁会这个胜利 谁会失败 没有人知道 谁会笑到最后 但是无论怎么样 我们都知道这个结果啊 无非就只有两个结果 一个结果就是蔡英文赢当选连任 那另外一个结果呢 就是韩国渝赢 就是呢 这个国民党上台呢 来这个领导这个台湾地区 然后呢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过 就是我更认为呢 可能蔡英文呢 可能会继续呢 当这个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但是啊 如果蔡英文意外败北的话 那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啊 我来分析一下 就如果蔡英文意外的输给了韩国渝的话 那么可能说明啊 这个虽然有很多事件 包括比如说这次的香港的这个 这个游行示威的这些事件啊 可能有对 蔡英文因为一直拿这个香港题材来 来来做文章嘛 对吧 来这个忽悠这个选民嘛 所以就是如果蔡英文这次失败的话 那就证明 虽然有香港事件的这些 在加持啊 但是呢 依然无法掩盖民进党执政无能的这个本质 然后呢 台湾人呢 可能就是无视这个香港的这个议题 然后呢 这这些事情呢 无疑会对这个民进党 未来的这个政治方向啊 和这个操作啊 是极其具有震撼力的 因为就是说 无论你怎么忽悠 就是这些人可能不相信你了 就有可能 然后呢 第二点呢 我觉得如果蔡英文 如果败选的话呢 可能就让这个国民党啊 找到了一个 呃 喘息的一个机会 也让国民党呢 可能会更加坚持 自己的这个 之前所秉持的政治立场 如果国民党这次赢了的话呢 那有了这个台湾地区这些人民的背书 国民党呢 可以继续在九二共识这个基础上呢 继续来发展两岸的关系 然后呢 继续可能把两岸的关系呢 修补一下 然后呢 搞好 因为啊 就是国民党在目前来说呢 他在这个台湾的大部分县市呢 都有一些执政 就是说 就是台湾地区的这些地方官呢 可能很多都是国民党的这些成员 所以呢 如果国民党这个韩国瑜 这次赢了蔡英文的话呢 两岸的交流呢 可能会增加 而且呢 让国民党呢 这个执政呢 可能会更加有这个政绩出现吧 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好的 下面就是两岸之间呢 可能会有一些良好的一些互动 就是秉持以前的一些传统吧 那如果这样子 如果国民党赢了的话 比如说韩国瑜赢了的话呢 那国民党的这个地方势力啊 和这个社会基础呢 可能会更加的稳固 而且国民党长期被这个民进党 牵着鼻子打 牵着鼻子走的这个局面呢 可能本质上会发生一定的改变 好 第三点就是如果蔡英文输了的话 如果蔡英文败选的话 那最让人感到震惊的 应该也不是韩国瑜 也不是国民党 而应该是什么 感到震惊的 而应该是台湾社会 因为这个大选的失败啊 就是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这个失败啊 不仅仅是蔡英文个人的失败 而意味着整个民进党的这个民粹的操作策略啊 是完全失败的一个策略 这并不是说民进党变笨了啊 而是说经历了这个长期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挣扎呀 还有妥协 还有交锋啊 还有这个辩论之后呢 台湾的老百姓可能会变得越来越聪明了 变得越来越理性了 假如蔡英文败选 假如这次这个民进党失利的话呢 说明相对于以前的这个一些事件来看啊 台湾人可能更在乎自己目前身边自己的一些变化 他们可能会反思 比如说过去三年半这个蔡英文执政 给自己带来的一些创伤 给自己带来的带来的那些不好 让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呢 可能变得越来越糟糕 以及他们未来四年对于蔡英文所带来的动荡呢 可能已经超越了对其他事件的一些一些影响 所以呢 他们可能不需要不希望蔡英文来再次领导台湾 来再次管理台湾了 所以呢 他们可能会就是希望这个有另外一个人来领导这个台湾 然后呢 如果蔡英文败选啊 就说明这个台湾呢 说明啊 可能会某种程度上说明台湾已经可能跨越了这个民粹化的危机 而且呢 他们可能会更加的理性更加的包容来看待来看待身边的这个这个些事情 包括未来可能两岸关系才是这个最主要的一些内容 如果蔡英文败选 如果民进党就是明天失利的话呢 说明就可能会显示出啊很多台湾很多年轻人啊 就是怎么讲 他们会变得越来越现实 就是说在投票的时候呢 可能会越来越理性 这种现实啊 比那些什么 在以前的那些什么游行示威啊 比那些什么太阳花运动啊 比那些 比那些就是热血的那些活动啊 可能来的更真实一点 就那些热血的活动都头脑发热 不理性的不理性的一些行为 但是现在呢 他们如果就是 蔡英文败选的话呢 那可能会证明这个台湾的年轻人呢 可能越来越现实 越来越理性 这些呢 就是这个跨越了这个民粹啊 可能是相对来说 比较会有利于这个台湾 然后呢 让这个台湾这个年轻人 可能会有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影响吧 如果台湾这次就是 比如说蔡英文失利 那么这个民进党败选的话呢 可能会显得这个台湾的社会的老百姓呢 可能会趋于这个越来越理性 越来越现实 那就意味着可能会更平等的 更客观的来看待这个 台湾和大陆的关系 包括两岸 比如说优点和不足 这样子呢 可能有利于 两岸的这个互相的理解 互相的交流 然后呢 可能会变得越来 两岸的关系啊 可能会稍微缓和一点 反正总的来讲 就是蔡英文 如果败选的话呢 会显得这些台湾的老百姓 或者说台湾的社会 可能是更成熟 这个呢 也是一次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些改变和变革 那好吧 今天就和各位小伙伴聊到这里 希望各位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呢 如果你有什么想说的话呢 也可以在这个留言框里面留言 那今天就和各位小伙伴聊到里 拜拜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